大家好,我是杰西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天天学英文Day25的五大句型当中的四跟五 那一二三我们先前有讲过 那其实一二三算是最重要 假如你都记不住,你就记一二三就好了 那四跟五的话呢,其实五很少用 第四个句型的话,其实你大概知道你也用过 只是你不知道它是五大句型当中的第四个句型 因为它其实呢,跟第二个主持加动词加授词 那个句型很像,就是主持加动词加授词 那它只是多了一个授词,你看这边是主持动词加授词 那这里它有两个授词,一个叫做间接授词 一个叫做直接授词,好,间接授词的话是人 直接授词是物,好,这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给我妈妈一个礼物 好,我们是给谁?给妈妈 所以妈妈是间接授词 那礼物,你直接给她的东西就是礼物,对不对? 所以你就先想,你跟妈妈直接,你先把礼物拿在手上 好,礼物是你的直接授词 然后你再把它拿给妈妈 所以妈妈就是你的间接授词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边 我用的是这个句子 She brought us some cake 好,那这个会等于she brought some cake for us 她带给我们一些蛋糕 她带一些蛋糕给我们 好,在英文的话,假如你的间接授词就是人在前面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介细词 假如你把那个间接授词放到后面去吧 直接授词东西放到前面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一个介细词 好,她带了一些蛋糕 啊,带蛋糕来干嘛? 是给我们的 所以这边要多一个for 好,那你会说 可是我有看过那个有to的耶 好,没错 to的在下面 我们先看这个 Can you do me a favor?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人在前面,不用介细词 Can you do a favor for me? 你可以帮一个忙,为我 这样子 所以是一样的意思 好,那to在这里 I send my boss a message 我寄了一个讯息给我老板 I send a message to my boss 你们要看到 人在后面 你就需要一个介细词 你说为什么 这个英文不去我发明的 他就是很自然而然 大家讲 讲就变成这样 那文法只是我们把一个大家说话 的规则把它整理起来 所以呢 你就可能稍微记一下 那其实这个句子 你比较常在看啊 在听的时候 你都不用问为什么 你自己造句子 就会造成这样子了 好 我们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My teacher told us a story 那你把人放到后面 你先把故事放前面 My teacher told us a story to us 会是这样 所以 其实 这个叫做授语动词 这些 by 啊 do 啊 send 啊 tell 啊这些字 好 那这些授语动词并不多 并不多 你就看到一个记一个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用 for 什么时候要用 to呢 这个的话呢 对于某一些字 它就有固定的用法 比方说 by 啊 do 啊 make cook get keep 这些都用 for 啊比方说 send tell read short teach give 这些都用 to 你说规则在哪里 嗯他就是看到一个记一个 他们有很明显的规则说我是 呃什么样状况下我要用 for 什么样状况下我用 to 那你真的不知道的话 我觉得你就是去查一下字典 字典上面你就看他的例句 你就会看得出来 哦我到底要用的是 for 还是用的是 to 那你查字典的时候 你也会看到它是一般的动词 还是它是授语动词 好 其实在字典上看得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讲第五个句型 第五个句型的话呢 它就是主词加动词 那这个动词是集物动词 因为集物动词后面才可以加授词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加了这个授词之后呢 我们的语意还不是很完整 这时候我们会加一个授词补语 好 授词补语就是 我们会写作 object compliment 这样子 所以是主词加动词加授词加授词补语 那这些背不住没关系 你就知道说 the voters 选民们 台湾刚刚选举 投票刚过对不对 选民呢 选了谁 选川普 可是选川普干嘛 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对不对 就主词 选民 动词 选举 投票 投给谁 投给川普 投给川普干嘛 好 这个叫做主词补语 投给他 让他当总统 president 所以 the voters elected Trump president 这种句型呢 不多 算是少的 所以呢 你也是看到一个字一个 那你要说 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动词 到底哪个动词 要什么是集物 什么不集物 什么是连缀动词 当你不确定的动词的时候呢 你就去查字典 字典里面会有例句 那你会看到它的用法 好 学生们认为 诶是这场课很有趣 the student consider the class 他们觉得课怎样 好 有趣 什么东西有趣 这个有趣 是用来修饰这个课程 所以 授词跟补语 跟主词不一样 大部分都是名词 它表示它跟这个授词是相等的 它是形容词 它用来修饰这个课程 好 那 全部的话呢 就是这五个句型 那第五个句型 这边有elect vote appoint 好 指派 consider 认为 觉得 label 标签 name 好 name的话 这边会有提名的意思 好 取名字 这些都可以 比方我可以说 I named my dog 把我狗取叫什么名字 Pikachu 好 I named my dog Pikachu 我把我的狗取名为Pikachu 好 那我的狗就是Pikachu Pikachu就是我的狗 这样子 好 那最后面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中文其实跟英文的那个字序是不太同的 我们会说 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在公园打篮球 好 我们的动词其实是放在后面 我们会把时间啊地点往前放 好 可是英文的话你稍微记一下 一般来讲的话 英文的句子就是我们有讲过要主持动词 对不对 所以呢 主持加动词 Lay play 乐 没有乐对不起 Basketball 有乐的是乐器 好 他们打篮球在哪里 在公园 in the park 在什么时候 在礼拜天 每个礼拜天 every Sunday 这样子 所以英文的话基础的句型你可以记一下 就是主持动词 受持这样子 然后再加地点 加时间 这是它一个很基本的句型 然后这边顺便很快讲一下它有八个词性对不对 动词比方说 is like 名词比方说 Peter 就是名字 好 代名词就是取代名词的词 就是him啊 he啊 then 这些 行动词 行动名词 nice wonderful beautiful 这种 副词 very 好 那种 什么 friendly 不对不对 friendly是行动词 虽然它是ly字尾 那副词字尾很多是ly的 我居然连一个都想不起来 beautifully 这样ly的字尾 好 conjunction的话 还蛮多可以讲的就是连接词 连接词有很多不同的连接词 这个 对 台湾的学生来讲会比较 觉得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讲 好 再来是介细词 这种小字啊 to啊 我们刚刚看到的for啊 in啊 on啊 这些 好 最后一个叫做interjection 就是感叹词 感叹词就是想什么 wow ouch 这种 好 那我们都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 第一个 主词加不急误动词 我后面不用任何东西 my alarm clock rings 我的闹钟响了 主词是我的闹钟 动词是响了 好 响了之后呢 再来呢 I wash my face and brush my teeth 我呢 就洗了我的脸 那是动词 急误动词后面要加寿词 刷呢 刷了我的牙齿 急误动词后面要加寿词 那and可以连接两个动词 这样子 那两个动词后面都有寿词 这就讲一个动词片 它可以这样连接 第三个这个l代表是连 最动词 linking verb 比方说and is are 好 feel test get 这种东西 所以我感到很 我总是感到很饿 青少年吧 I always feel hungry 好 feel是连接我 跟hungry 是谁饿 是我饿 好 我感到饿 再来的话就是两个受词 受语动词的时候 两个受词 I send my friends messages 好 寄了很多讯息给我的朋友们 好 I send messages to my friends 好 这个 人在后面就多一个to 多一个阶细词 再来呢 I couldn't understand why American people elected Donald Trump president 这个 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为什么美国人要选 川普当总统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动词 比较特殊 elected Donald Trump 受词 受词之后 选川普干嘛 当总统 President 休息这个Donald Trump 好 那这里是一个名词指句 我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动词 I couldn't understand 这整个名词指句 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美国人 要选川普当总统这件事情 就像这次大选之后 很多人也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有的公投条款过了 有的公投条款没过 为什么有的候选人当选了 这个就是已经事实了 不喜欢的事实 你还是得接受 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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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太过于 生气烦恼 好 那 很多议题 很多 再来两年 就要总统大选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有机会 发表自己的意见 那公投也不一定投 就这样子 所以不用太担心 好 每件事情呢 希望都会有圆满的结局 那 这个linked verbs 这个就不太解释 好 那最后面这边一个 就是一直有提到 什么形容词指句 名词指句 副词指句 英文就是 只有这三个指句 名词指句当名词用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什么事情 这当名词 Why am so hungry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么饿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天气冷 所以特别饿 可能是这样子 好 副词指句呢 After I wash my face and brush my teeth I go to school 每天都是这样 在我洗脸刷牙完之后 我就去学校 好 那我这边主要的指句 就是我去学校 好 那个 副词指句 在什么时候 在我洗脸刷牙之后 才要去上学 不然会被妈妈 爸爸妈妈妈 怎么没有洗脸刷牙 到学校 被同学笑 淹死在天里面 上好对不起 我今天 其实还是身体不太舒服 讲话有点 好 来 最后一个新农词指句 The alarm clock Rings at 8 o'clock every morning 闹钟 想 每天8点 什么闹钟 My mother bought for me The alarm clock my mother Bought for me Rings at 8 o'clock every morning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叫 新农词指句 这边修饰这个 The alarm clock 好 所以今天 我们的 那个 五大句型 顺便讲一点点 词性 还有讲一点点 词句 就讲到这边为止 那有问题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虽然我不一定都能够 很好地回答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今天就到这边 今天好简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